好 各位同学 我们在这个上网第一节课证课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课的对应的所谓导托的复习课 来吧 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六个词根啊 叫sass seed 包括这个sat 以及grass grad和grad 它们都表示走等于go这个基本的意思 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先从右边开始看起 来 好 我们来复习一下 第3词叫做process 注意了 用作名词叫process 动词叫做process 名词表示加工 名词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过程啊 进程啊 对 叫做process 过程进程 动词表示加工和处理 字面逻辑就什么呢 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这个叫做过程和进程 好 有生产什么东西 一步一步往前走 叫加工和处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这个单词 它的一个派生词叫做processor 什么叫processor 来 各位看一下在这儿啊 processor processor 此时我们说 表什么呢 叫做处理器就可以了 or 此时是个名词后缀 此时表示物啊 翻译成机或者是气 此时翻译成气 所以processor 叫做处理器就可以了啊 来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procession 什么叫procession 它一般是翻成叫做列队前进 列队前进或者前行都可以叫做procession 它指的是一堆人 对 往前走啊 尤其是什么这个一些聚会啊 重大事件的过程里面 这种列队前进行进叫做procession 好 下面的这个叫做graduate 什么叫graduate 词根部分叫做grad 表示走 中间的u是连词符号 后面的at是动词后缀 翻词词或者是名词后缀 表示人 所以要离开学校了 要走了 叫做毕业 叫做graduate 那么用作动词叫毕业 用作名词叫做毕业生 一般指的是本科毕业生 叫做graduate 来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叫做undergraduate 什么叫undergraduate 那么under本身表示 达不到的还不够的 所以undergraduate 翻译成叫做什么呢 就还达不到本科毕业的 我们称之为叫做本科再读学生 或者是大学的一业生 都可以叫undergraduate 来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 什么呢 叫做ingredient 什么叫ingredient in词是表示进入进去 grad 表示走进去 后面的这个dient dient我们说它有点在模仿 我们熟悉的这个单词叫做diet diet本身表示饮食食物 所以整个单词想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进入到 走进到这个饮食食物里面的这些东西 我们称之为叫做原料 药素或者是成分 都可以叫做ingredient 来 在紧接上下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aggress 前缀ag词是表示加强语气 grasp表示走 所以字面翻译就是强行走进去 强行走到什么地方去 这种感觉我们称之为叫做侵略 侵略或者是进攻 都可以叫做aggress 好 那么它所对应的熊词叫做aggressive 什么叫aggressive ive 此时是一个经典的熊词后 最表大和多 所以叫做很有侵略性的 或者是激进的 都可以叫做aggressive 激进性 激进的或者是侵略性的都行 好 下面的这个叫做aggression 那它的名词形式叫做进攻 或者是表示侵略都可以 来 再紧接地往下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progress 什么叫progress呢 用作名词或者动词都可以 表示进步或者是前进都行 pro这个前缀本身表示向前 grasp表示走 所以向前走我们称之为叫做进步 前进都可以叫做progress 来 你看 下面它的一个派生词叫做progressive progressive progressive那么就表示什么呢 叫做进步的很有进步的 iv 此时是个熊凑锐 比较大和多 所以取得了很大进步的 很有进展的 都可以叫做progressive就可以了 好 来 那么这是我们右边相关的这些单词 来 我们再紧接地往下 难度逐渐深入了啊 各位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词 这个单词叫做proceed 这个proceed pro表示向前 seed表示走 所以它字面翻译也是向前走 只不过它指的是向前继续走 对吧 继续 别停下 继续做某事 都可以叫proceed 所以继续做某事 继续往前走 或者是进入到什么地方去 都可以叫做proceed 好 这是这个词 那么左边的这个单词 就是一个相对有一些难度的词了 什么叫做proceeding 注意了 proceeding 这个单词注意了 它什么叫proceeding 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叫诉讼 就正在进行 继续进行当中的这种诉讼 或者是诉讼的程序 都可以叫做proceedings 来 好 再紧接地往下 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单词 各位 下面叫做procedure procedure 一般我们是用作名词形式 表示什么东西的过程进程 对不对 或者是程序 什么东西的程序 步骤 过程进程 都可以叫做procedure 好 这是这个词 来 再紧接地往下 下面的这个叫做proceed 好 前续pre 我们一般表示前 或者是前面 seed表示走 所以走在前面 走在前面 我们一般就称之为叫做领先 领先或者是优先 都可以叫做proceed 来 我们来看看 由它引申出一些派生词 第一个叫做precedent 什么叫做precedent precedent此时 就是前面走过出现过的东西 叫先例 延期此时是个名词后缀表示物 所以前面走过 前面有过 前面出现过的东西 我们称之为叫做先例 叫precedent 他读音很像president president叫总统和主席 对不对 是pre sidnt pre 好 我把它写出来 它这么来写的 叫pre sidnt 叫president 总统啊 或者是主席啊 等等对不对 总统啊 主席啊 都可以叫president president 我们叫做先例 叫先例 好 那么我们由它又引申出一个派生词 叫做什么呢 叫precedented 加了一滴 整个单词就变成熊词 叫做有过先例的 叫precedented 那么后面下面这个词叫做什么呢 又加了个前缀un un前缀此时表示否定和相反关系 所以什么叫做unprecedented unprecedented 就翻译成叫做没有先例的 史无前例的都可以 没有过任何先例的 史无前例的 就可以叫做unprecedented 好 这是这个词 来 下面这个词叫做precedence precedence表示优先领先的名词 此时啊各位 ENCE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名词后缀 所以precedence就是领先 优先的名词形式 领先优先 它其实就等于我们熟悉的这个单词叫priority 也表示优先领先的名词形式 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要优先考虑谋式 我们就可以说叫做give priority 或者是give precedence to something 就可以了啊 好 这是这两个单词 来 再紧接地往下 我们看下面这个叫做access 什么叫access ac表示等于to表示去 sass表示走 所以走过去 朝着什么东西走过去 叫做接近 靠近 后面叫做进入 进去了以后叫做获取啊 使用什么东西啊 都可以叫做access accessible 可以接近的 可以靠近的可以利用的 可以靠近的可以利用的 ibo表示可以啊 后面下面的这个词叫做accessory 什么叫accessory 注意了 这个access依然它表示什么呢 就和什么一起走啊 或者走过去 or y 此时是用作了名词后缀 所以它这个单词指的是和啊 就和其他走在一起的作为一个配角 作为一个补充这样的东西 我们称之为叫做什么呢 你看这个犯罪里面的从犯 包括我们的这个啊穿衣服收的那些配饰 我们都称之为叫做accessory 所以它表达的意思就是和主要的走在一起 作为配饰 作为配角的 作为支配地位的 对不对 服从作为这个配合地位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做什么附属品啊 对不对 配饰啊 一个犯罪行为里面的从犯啊 都可以叫做accessory 好 下面 下面的词叫做receive 前缀二一词是表示往回返回 seed 表示走 所以receive就是往回走叫后退撤退 recession它的名词 比如说economic recession 叫经济往回走 就经济衰退经济萧条 所以recession叫做衰退萧条 往回走的名词 accede走出去了 走过了叫做超过超出的动词叫做accede 那么下面的 我们看access是它的名词形式超过超出 accessive它的熊词叫做超过过度的过多的 Ive熊作为比较大和多 所以超出的很多叫过多的 过度的都可以叫做accessive accidentally注意了这个副词等于extremely或者是very对不对 表示极其怎么样非常怎么样叫做accidentally 好最后的这个词我们说叫做cease 什么叫cease cease此时它指的是一个人走了 生命停止了终止了叫cease 所以叫停停下来了 一般怎么考呢 比如说叫cease fire cease fire叫停火 对叫停火 所以下面它的派生词叫ceaseless 这个什么叫ceaseless lisp是一个否定后缀 表示否定后缀 所以ceaseless那就翻成叫做停不下来的 永无休止的都可以叫做ceaseless 好吧 好 来吧各位同学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节课里面 相关单词思维导图的一个复习 结合我复习的情况 大家可以自己下去整理一个 你的思维导图的一个表 这样的话能够把这个东西完全变成你自己能够消化吸收的内容 好吧 那么我们第一节课的复习就到此结束 我们后面再跟着后面继续进入第二节课的这个 我们的正课的学习 好吧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